今天台股明顯的再度回測上禮拜五的低點 我講過上禮拜五的盤勢 從高點下已經跌200多點 當然是一個大量佈局的17點 因為收腳止跌了 那昨天台股很漂亮 開低走高收最高紅K棒 這個盤勢的架構我在昨天不會告訴你說 這個盤昨天收最高馬上要過10545 我只是提醒同沒有 這禮拜如果盤勢再度的回測 尤其回測上禮拜五的低點 越接近那個位置你當然要越站在買幫 今天台股下壓了65點 最低10347 上禮拜的低點10329差18點 同沒有 大盤給你是個方向跟策略應用 大盤你如果看作股票是比較簡單 大盤你如果看不作股票一定是在你人 所以昨天的一個盤是 我不會告訴你這個盤 馬上要衝出去啊 沒有這樣的行情 我不會信口開河我要給你是一個精準的方向的一個超盤依據嘛 所以整個大盤支出這禮拜壓縮末端 這禮拜再做一個強勢整理 有點在右空啊 昨天你看一下嘛 開低收最高嘛 今天呢幾乎是收最低嘛 反復的一個洗盤對未來盤勢的發展是正面的 所以如果上禮拜五這個下壓兩百多點的一個架構 你沒有進場買的這禮拜好的思考一下 到底什麼樣的一個策略什麼樣的個股 適合你大膽的再度跟我們低接 就如同上禮拜五的一個康控嘛 我接的位置在143喔 當時143是有機會嘛 上禮拜 這個位置啊 143再度的進場啊 收盤是146嘛 今天康控 143咧 再來一次啊 再來一次這樣一個可以低接的時機田 希望你把握一下 因為這檔個股的一個基本面 我相當的看好啊 從3月24號 我說分析的康控 二月營收年成量率高達114% 到現在為止 他的數字真的很亮麗 每月營收更新比較多成長啊 五月份營收更新比較成長55% 所以 一檔個股的一個價值 在他一個基本面還沒有出現很亮麗數字 同時 我就先帶你卡位了 當時的一個價位 導播照一下 當時的一個價位 在92塊錢嘛 那出現攻擊大量 要走噴出段啊 你就跟我買啊 從92噴出來到141 這樣138賣 53%利潤 輕鬆的弱帶 這是第一階段的一個操作啊 低檔買高檔當然要會出嘛 53%賺完之後 整一個康控股價回檔修正 來到5月26號 相形整理的末端 他跌我告訴你支撐進了 要會低接啊 低檔 平板以下 120跟我低接買進啊 因為你高檔已經跟我出了嘛 我喜歡在股票大漲的時候賣 低的時候買嘛 是不是 所以 26號買在120 衝高的過程 6月13號 138再度的停運賣出 又是大漲的時候逢高調節啊 這是我的一個操盤節奏 所以光是這兩階段 康控的一個獲利數字 至少超過七成啊 第一段53%嘛 這一段20%嘛 所以一檔股票的一個架構 你有沒有看到他支撐越低越高 因為他基本面越來越好啊 持續性的一個成長啊 你也會看到康控的好消息啊 現在6月份了嘛 康控吃到蘋果的訂單嘛 未來第三季的營運 會讓你嘗到甜頭啊 你現在6月份才看到好消息嘛 我當時候 3月份在佈局的康控 我就已經看好康控的 未來的 所謂iPhoneBar的防水上機啊 新的機種 運用新的工人 那對於康控這家公司的業績 當然是非常證明的成長 因為蘋果的手機 一年至少賣1億台 所以這個業績的未來展望 已經顯示在數字上面了 股價當然是會越電越高 所以我講過了 新進的會員 你絕對不能去想說 我康控要等到120 或是100再來買 因為他回不去了啊 因為基本面 讓股價只會越電越高啊 所以新進的會員 只要這個康控的一個價值依然存在 盤中有低點來到支撐 我就帶你買 我就帶你卡位啊 所以138賣完了康控 6月14號 134就接回啊 當年台股是跌了94點 當年台股 很精彩啊 因為又修正了200多點的一個同時 從高點下來啊 康控利用大盤幾跌啊 134做接回動作 這是我在6月14號 提供給會員一個資訊啊 修正一天就直接康控 134接回啊 接回之後 轉折向上嘛 支撐又越電越高 所以我在上禮拜是告訴你 我康控沒有賣啊 這第三趟的一個操作 那支撐越電越高的一個同時 當他股價回檔修正 上禮拜五嘛 康控 乘回檔 143再買 這訊息的時間交易都跟你對過了 所以上禮拜五的一個 康控143再度的低接啊 因為我認為134 可能也回不去了啊 所以上禮拜五的動作 143平盤以下你跟我買你會賺錢 尾盤是收146啊 當年台股 表現不是很精彩嗎 跌了26點啊 所以當今天的康控 再度的回檔 今天 跌回143耶 跌回143耶 那如果這禮拜的康控 如果要更低點呢 如果還有更低點呢 我給你三個字啊 你要把握 本週如果還有比143更低的位置 我今天 斬釘截鐵告訴你 你要把握 因為康控的未來業績數字 第三季 你會持續性能看到好消息啊 其實我看到第四季跟明年度第一季啊 但是我們的分析師 講話不能信口開合 不能有誇大不實的言論 我就我所知的 告訴你未來康控的業績 一定是往上 所以這禮拜的康控如果還有低點 如果要比143更低的位置 把握低接 不要害怕回檔喔 不要害怕回檔喔 就如同台股嘛 今天收最低啦 沒有你的煩惱什麼 你在擔心什麼 你在擔心這個盤會大跌嗎 會中錯嗎 親愛的朋友 今天台股的成量 919億耶 比昨天800多億要多一點耶 所以這種下殺取量 低檔有人在承接一個買盤 你認為 它的低點 它的空間會很大嗎 所以不用擔心這個盤的未來的脈絡 它頂多這禮拜稍微壓縮整理而已啊 該進場股票 利用大盤回檔來跟我低接 大盤給你是個方向跟策略應用 方向如果是多頭策略 有低點站在買方嗎 尤其我最近選的股票 都是底部剛完成的 又出現攻擊大量 會有波段走勢的基油股啊 基督同4月17號的維生嘛 當時候的一個底部 當時候的一個量人 很精彩對不對 大底完成出現攻擊量 270的維生你跟我買 我們讓會員賺了超過100塊錢的一個價差 4月17號再複習一遍嘛 我選的股票基本面都很好啊 對大底完成出現攻擊量嘛 從270買進的維生上去是一波段 所以這兩天 也就是說這禮拜 我都在買那種底部剛打底完成的 對你來講比較安全嘛 那基本面又強又出現攻擊量 會有波段的個股的標的耶 你真的要把握再把握 因為真的很精彩 你看一下上禮拜我這檔個股 是不是底部 底部的形態就是安全的標的啊 重點是我選的股票基本面很強 5月營收率新高 年成這樣高達247% 再出現這麼漂亮的攻擊大量啊 禮拜五是幾千張啊 那形態一突破當然要卡位 買在這個位置 當天收最高大概賺5% 禮拜一跳空大漲超過5% 兩天的時間我們就賺了10% 那昨天這檔機油股出現 1萬多張的一個新天亮 朋友以亮星價型概念 他絕對還有高點 所以今天排股呢 回檔修正啊 跌了65點 我利用今天大盤跌 他今天盤中跟著回檔 平盤以下我告訴會員再買 再買啊 今天這檔個股 我告訴會員平盤以下再買 如果上個禮拜這個位置 你來不及跟的 這要發動點的買點啊 那發動點的買點沒有買的 今天利用大盤回檔65點啊 這檔個股本來在平盤以下 我告訴會員再買 尾盤收今天最高 你今天跟我買的你賺3% 上禮拜跟我買的賺10% 我盡我所能 把每一批的會員 你們進場位置 都壓在一個最低 這樣你們的風險比較低啊 今天這一檔個股真的很漂亮 你自己看他的K線形態嗎 收下影線啊 我就是在這個位置買的 尾盤收最高啊 今天平盤以下再買 你今天跟我買的全國會員 我有沒有讓你創造3%的利潤 雖然今天台股是跌65點啊 今天你跟我買這檔 這麼漂亮機油股 你可以賺3% 今天盤不是漲65點 我選的股票就是那麼強 因為跟維生一樣 大抵完成 攻擊量已經出來了嗎 已經出來在上禮拜五啊 所以這個位置很好介入啊 介入完之後 昨天衝高 今天平盤以下 當然要再度的進場啊 因為我說過 有波段行情啊 當時候4月17號維生 我所帶給會員是 超過100塊錢的利潤 這檔股票 複製 維生的模式 你要跟緊一點 另外一檔 機油性的個股 也是一樣 禮拜一啊 一樣又是大抵完成 基本面呢 憲童老師選的股票 品質的保證嘛 5月營收 今年度新高 去年度他賺一個股本 型態是不是剛突破 突破就要買啊 今天這檔股票 我再買 今天這檔股票 其實沒什麼跌啊 他在平盤以下的一個 機會不多啊 我連買兩天等噴出啊 昨天買今天再買啊 昨天大盤 彈中市的壓回 低接啊 今天大盤 跌65點 再低接啊 連買兩天啊 你看他走勢是比大盤強很多 昨天形態剛突破進去買 今天 你看一下他的走勢 收在平盤附近耶 今天大盤 跌65點 我選的股票 就是那麼安全 未來破斷利潤 邀請同票 一起來掌握 休息一下 再回到簡明一個現場 陳東同步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神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陳東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智照 待您領先動型市場 穩健獲利 股網福利 陳東同步 值得托付 贏了2752 5868 巴菲特 巴菲特 陳東同步 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 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 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人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速加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可獲得20年操盤經驗的 精心著作 價值型投資操盤心法 彩色精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賞自己成為操盤手的 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 受用無窮 立刻不達入回專線 022-2752-5868 2752-5868 歡迎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昨天大阪數收最高 相信很多朋友是看好的 那今天台股呢 收最低 是不是很多人又開始悲觀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告訴同朋友 你要反市場操作 你要跟大多數的輸家 站在對面 你才有辦法成為金字塔 頂端少數的贏家 所以這個盤子 脈絡我在昨天已經告訴過你了 他雖然收最高啊 但我不會跟你講說 馬上要過10545啊 沒有啊 我只是提供給你 這禮拜如果再度的回測上禮拜的低點 因為越進去那個位置 你就越大膽的跟我站在買方 我最近選的股票都很安全啊 都有波段的利潤 因為他們底部都剛形成 都剛發動而已 這目前來到台股 1萬點之上 很多人會擔心的一個 原因跟理由 起那些啊 跟無股票 會有波段的行情 清老師負責幫你帶到 你自己好好把握啊 把握盤還沒衝出去之前 讓你佈局了一個時機點 就像當時候的穆德嘛 6月14號 趁大盤急跌的94點啊 低階啊 我選的股票基本面強不強 我願意收歷史新高 年增大率高達65% 當天要不要買 當天的台股不精彩啊 跌94點嘛 當天不是告訴你 大膽買股票的時機嗎 因為回檔了200多點啊 所以上禮拜五也是一樣 這邊都是很好的佈局位置 所以6月14號領目的 趁大盤急跌 低階在112啊 平板以下很好買 又是低檔買進了一檔基歐股啊 那買完之後 它有沒有墊高 墊高之後的回檔 壓縮末端啊 要不要進場 壓縮末端代表它隨時會衝出去嘛 這我當天提供給你一個資訊啊 所以這個位置當然要再度的一個做卡位動作 21號目的114在低階 兩次的買點都在平盤之下 沒有錯吧 平盤以下你來跟我低檔買 你的風險相當有限 利潤你當然看得到啊 因為它股價持續性的走高 這是我的動作啊 所以我講過會員雖然有先來後到 但你可以看到我帶領會員進場的位置 都在平盤以下告訴他們買啊 你早點參加的 買平盤以下的112啊 逢低乘接嘛 晚一點參加會員的一樣是平盤以下的14 帶你低階啊 這是我在盤中用心帶領會員的操作啊 哪一位分析師會把會員的call訊 拿出來跟你對時對價 全程公開 對你已經印證清朗老師 公開了很多黨會員的買賣點 讓你來見證耶 其他分析師辦得到嗎 他們敢公開他的買賣點嗎 大部分是不敢的 因為大部分的人是沒辦法面對他的錯誤的 買了萬一疊了怎麼辦 賣了又漲了怎麼辦 沒辦法面對會員跟觀眾嘛 但清朗老師 有這方面的實力跟專業 我不怕你們來見證 你見證那麼多黨之後 下一黨你就好好的跟 不要買賣股票都玩我一天 一來一往差兩天 你真的賣股 而且你不敢賺到大波段啊 是不是 分析師要有肩膀啊 要有那個忍耐嘛 才有辦法扛下所有會員的一個託付嗎 我不是只帶少數會員啊 你應該很清楚啊 整批會員怎麼進怎麼出的 如果掌握波段 那真的是一個沒幹啊 價差只是小菜 因為有時候價差不大 不能做啊 對因為那個價差有時候會員全部賣 會影響股價回檔啊 那有什麼好做價差呢 所以波段的操作怎麼做 跌的時候我很敢買啊 因為大家不敢買啊 你們敢摘一檔股票回檔的時候 做進場嗎 我低結給你看 相對來講 只要大漲量價不對稱 該賣就賣啊 是不是 所以整個波段式的一個操作 這檔木得 對買完之後壓縮末端 我說他隨時會衝出去啊 他們衝 627號開始衝啊 121 28號再度的一個衝高 來到128.5 29號來到131 這樣一波段22%沒有賣 很清楚的告訴你啊 因為當時候的一個量價沒有不對稱 獲利的賣壓也不中啊 所以22%沒有賣 清楚的告訴你嘛 那上禮拜五回檔修正 來到這個缺口 有跌破嗎 沒有跌破啊 所以這種強勢波動的一個標的 到今天為止 其實 這個缺口守得還蠻不錯的啊 這缺口都有守住喔 這幾天喔 這幾天跟著盤在整理嘛 那木得的一個強勢整理架構 其實表現還不賴啊 因為今天指數 雖然壓回了65點嘛 木得盤中還到126.5 這三天的一個波段高啊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選擇到強勢的一個 基本面的個股重不重要 所以誰說 基本面不重要 技術面才可靠 一檔股票 它的一個真正的價值 在於它的基本面 基本面會成長到什麼樣的程度 股價自然會反映到 什麼樣的一個本益比 才符合市場上 給予它的一個定位嗎 這是你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啊 價值型投資這個節目內容 黨黨選給會員的 都是極有股 你放心的大膽來跟我低接啊 你跟我買在這個位置的 木得到今天為止 你賺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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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3點20分 木得公佈六月營收 再創歷史新高 你能增長率高達62% 今天下午3點20分 公佈的好消息 好學生嘛 所以呢提早公佈數字啊 在今天下午3點20分啊 所以整個木得 明天股價 你認為會開高還是開低 那明天如果開高 買點還是賣點 你敢知道 所以盤中一檔股票量價 籌碼型態 我都盯得很緊啊 該進就進 該出就出啊 希望我們這邊波段是一個操作 你可以全盤的來掌握 因為最近我都在挑選一些 底部剛完成的 出現攻擊大量的基油股 這些股票都很安全 而且有波段行情 你已經看過維生了嘛 維生是其中一檔啊 當時4月17號買的 這樣上去100塊錢利潤 另外一檔也是大底完成 又出現攻擊量的基油股 如虹啊 這樣上去是大波段 昨天如虹創價波段新高耶 392.5耶 是不是 昨天大盤有過10545嗎 還沒過耶 強勢主流賣動的個股 領先大盤衝出去 所以今天的如虹稍微回檔一下 那又怎麼樣 昨天有利多消息啊 利多消息是你去亂追股票時機嗎 我已經提醒你好幾遍了 所以整個如虹 買在相對低檔的 今天稍微回檔一下下 你不用太過度的擔心 因為他的目標價我說過會來 還沒到啊 所以 你看一下我們進行的選的股票 就是在複製 維森 如虹 那種大底剛完成的 出現攻擊量的標的 真的很安全啊 而且有破斷利潤耶 付諸行動 因為我會一檔一檔 帶會員操作上去 上禮拜五這檔基油股 一樣五月營收率很高 您增長率高達247% 這檔基本面你不心動嗎 我等了他一段時間 我在等什麼 等這個攻擊量跟形態突破 我才下去買啊 不然之前你買在這邊的晃來晃去 很容易被洗出場啊 所以上禮拜五出現幾千張的攻擊大量 買完之後收最高賺5% 禮拜 跳蜂大漲5%以上 兩千賺10%沒有錯吧 昨天出現1萬多張的攻擊天量 一亮仙價型概念 他當然還有高點啊 最近台股現在壓回了65點 這檔個股 早盤受台股的影響而回檔 再買 再買 平板以下這個位置啊 剛好回測這個缺口嗎 平板以下再買啊 尾盤收最高耶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K線的一個架構 代表你今天跟我買的賺3% 我們買這檔強勢基歐股 今天就可以賺3% 台股今天 你覺得是讓你賺3%的時機嗎 選對正確的標的 我所帶給你的是利潤 而不是風險 上禮拜買的位置 到今天為止一樣賺10% 今天買的可以賺3% 想不想 底部剛完成 形態剛突破的基歐股 破斷行情 邀請你 趕快來掌握 林委黨 一樣是大抵的 形態剛突破的 無運收新高啊 去年度他賺一個股本 我等了他一段時間 看到形態突破了啊 買 昨天禮拜買 今天呢 趁大盤壓回65點 再買啊 有沒有看到今天這張股票 收在平板附近耶 所以今天在平板以下的位置不多耶 當然要積極的卡位啊 所以我連買兩天 等噴出 未來破斷利潤 我希望同廟 不要因為台股的 稍微震盪整理 你忘記了慶如老師 所帶給你這些 強勢基油股的破斷行情 如果還有任何問題 需要幫忙的地方 廣告中的資訊專線 你好好的參加利用 明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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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